因為江慧演唱會賣票 昨天進入第三天 現場還有上千名拿著號碼牌的人 沒有買到票 但是負責售票的寬宏公司突然出面說 這六場的票通通賣光光 讓他們相當氣憤 還有人說今天中午要去包圍唱片公司 天外飛來的奶茶是一個人的不滿 而且給我們加賞到票 要求加賞的口號是一千兩百五十個人的怒火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號碼牌收走這樣子對嗎 號碼牌不要交給他們 可是我們還是要登記 守在寬喉樓下又冷又累 手中緊握號碼牌 不過就是等著叫號 買張江慧演唱會的票 只是五號六號兩天 發出的兩千五百張號碼牌 有一半的人從期望變失望 越想越虎大 我是一二五三 那不好意思 我們是那一批一起上去的 所以他登記就沒票 所以他登記就已經沒有票 是從我們一二五三不是一二六零 兩千五百張號碼牌 直到七號晚間七點左右 只消化一半 虛樂場場次門票曼光光 剩下一半有牌沒票的 佔據寬宏售票 辦公大龍前人行道 有人開始鼓噪 他說最後的票賣完了啦 是喔 對 對 你送去感覺怎麼樣 很差 氣氛一度緊繃 上百名員警輪流守住大門 買不到票的民眾 只能留下聯絡方式 寬宏宣稱只要有退票或加場 就會優先通知 只是連搶到號碼牌 都一票難求 敗部復活的機會 恐怕得靠自己爭取 女粉絲登高一呼 拿出圖畫紙 現場發起連署 預計8號中午 唱片公司集合 要將會經紀人陳子紅出來共 希望號稱心疼粉絲的二姐 真的拿出誠意 規劃家場 回饋粉絲的熱情支持 這裡是王政 安心教授 台北採訪報導